为了给残障移民申请入籍提供更多便利 美国联邦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推出多项改革新政策 包括缩短和简化对残障人的豁免 免除身体、精神和认知残障的申请人参加英语和公民知识的考试 基本改变了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严苛规定 1994年以来,联邦政府允许残障移民豁免入籍测试 但特朗普政府2020年将残障豁免的期限延长近一倍 增加了关于申请人的日常生活、残障严重程度和多久接受一次治疗等不必要的复杂问题 如今,这些问题都被取消 USCIS的另一项改革是允许没有完成正确豁免手续的残障移民重新申请 只需要提供更新资料即可,而不是全部重填 据悉,在2021年10月到今年1月的三个月间 约4万5千名移民申请了残障豁免 11月3日,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布声明称 其丈夫保罗·佩洛西已经从旧金山的一家医院出院 保罗·佩洛西的颅骨骨折以及手部和手臂受伤已经获得了初步康复 佩洛西向事发时的接警员、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 他还表示,保罗·佩洛西将在家中进行长期治疗 并希望隐私能够得到保护 此外,美国国土安全部2日宣布 该案嫌疑人大卫·德帕普因非法滞留美国 可能面临驱逐出境 加州州长纽森11月3日宣布 将暂停最新议论的无家可归者住房、援助和预防拨款 直到当地领导人制定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策略 他表示,目前提交的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计划 在4年内只会减少2%的无家可归者 这种做法不可接受 截至目前,加州已经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的灵活紧急援助 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加州的Roomkey项目为6万多人提供了庇护 而Homekey项目自2020年底开始以来 已经资助了1.25万套住房 为了获得第三轮资金 加州要求当地司法机构制定一项无家可归行动计划 详细说明他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无家可归者人数 并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做出努力 由于供水持续紧张 洛杉矶市长埃里克·贾西提11月3日宣布 市水电局将向换草坪的业主和企业支付更多的钱 获得批准的申请者将获得每平方英尺5美元的奖励 比之前的每平方英尺3美元的奖励提高了67% 每套住宅物业的支付上限为2.5万美元 移除草坪只是过程的一半 为了获得补贴 您必须有一个已经被批准的用耐旱职务取代草地的计划 款项将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发放 直到资金用完为止 社交媒体公司推特11月3日晚在加州联邦法院遭到集体诉讼 被控违反联邦合州劳工法 未能在4日计划大规模裁员之前向其员工通知到位 据悉推特计划裁员一半 另一方面 自马斯克上周完成对推特的收购以来 通用墨房 辉瑞 奥迪等多家公司已经暂停在该平台上投放广告 原因是他们对马斯克接管推特后的内容审核政策充满疑虑 而马斯克4日也在推特上抱怨称 由于基建团体向广告商施压 推特公司的收入大幅下降 由于基建团体向广告商施压